11.7万剂AZ疫苗台湾开打在即 但各国却不断传出血栓副作用 人心惶惶 欧洲亚洲多国陆续停打 指挥中心持续关注 3月17号等到市医院所的检验 都完成之后 两天内我们来召开专家会议 就进来的一些国际的情况 跟疫苗本身所提出来报告 做一个整体的检讨 指挥官表示 针对医护初步调查 首播约有6万人愿意施打 第一线人员占比超过4成 第二线超过2成 前线部分民众对AZ疫苗 依旧抱有信心 但专家仍然表示 疫苗出现过血小板下降是有的 疫苗出现血栓以前是没有听过 整个关键还是欧盟何时 可以对这个事情做一个定调 整个事情还没有厘清之前 民众会有点担心 那你现在即使推这个政策 也会遇到阻力 不过目前政府对于AZ疫苗安全性 依旧给予肯定 针对民众担忧 未来停打与否 将在对外公布讨论结果 大家新闻 中子云叶玉玲 台北报导 中子云叶玉玲 中子云叶玉玲